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世界上呢 我觉得少林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 你觉得少林它最核心的一个这个价值是什么 在世界的这个角度 作为文化方面 少林是中国 少林是中国餐中主厅 同时是少林公共的花园地 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最核心的价值是 能够生修施政 我记得您写过一本书啊 就是我心中的少林 少林tempo in my heart 那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心中的少林 在世界的角色 这个角度 你觉得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少林四年 它是一个修行导厂 我们希望少林四还能穿身 这样的他的历史 成为一个修行导厂 这种导厂 你是面对世界 面对人类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带来不一般的长修生活 您刚刚讲到少林是个修行导厂 但是我们讲到导厂呢 在这个山上 在松山上的修行 和在这个城市间的修行 尤其是在世界创新之都的修行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因为佛教已经讲究 自觉觉察 觉醒圆满 就是自己要达成佛教 自己要修行 然后能带着社会 带着阁界 带着众生 一块修行 一块觉悟 都能够达到觉醒圆满 这是汉城佛教的 普才道的精神 你说的是带领大家一起觉悟 现在你也看到 世界上有很多 因为宗教而产生的这个纷争 那我 这不说 OK 好 我们回去再见好了 好的 这次呢就是 我知道您来了 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在这边庆祝少林的这个十六周年 跟我们说一下 您还参加哪些活动 我们 这次来北美地区 主要是为了少林考工大赛 少林考工是少林市里 像传统 我们把世人类修学 分成八大种类 每年 年底 进行研读的考工活动 当然少林 少林工夫 就是少林武功 社会各界 比较喜欢 我们少林武功的考工你 你面向社会 面向四中地支 近期年 我们在世界六大洲 举行考工比赛 北美地区的比赛 你考工活动 你放到洛杉矶了 过个几天 我们到洛杉矶 要举行 北美地区的考工大赛 来参加的人很多 大家很希望 通过师傅们的见证 通过考工这种心思 奉向的交流 奉向的学习 来提升自己 好像您还有安排 要去一些科技公司 去拜访是吧 对 前天去了一些科技公司 因为美国高科技 在世界有影响 因为科技是向外求 我们修餐的人 也是向内求 内心的世界 新地的东西 无穷无尽 我们上千年 一直一直在追求 在追寻 希望你向内向外 能够互补 通过 通过 通过现代科技 能够更好地 让我们 查阅景点 能更好地 节省更多的时间 用于 在心理上寻求 寻求自我 寻求 无穷无尽的 精神世界 少林在这边 16年了 接下来的十年 您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在美国 我们会适应 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社区生活 能够为更多人 带来证业 带来智慧 带来幸福 ou maq culture center and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16th anniversary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ble to allow people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Shaolin culture. The�� ester to Maine, can implement the Shaolin culture with the Shaolin culture, and regardless of the Shaolin culture of the Shaolin culture, could develop even further the Shaolin culture discourse as an similarity. Do not forget to join the Shaolin culture association to make a Sum 5跟 left-ATE client thanks andonic the facts. 来颁给少林寺的文化中心 离请到中国松山少林寺方丈 上涌下信大和尚 为我们今天祈福法会主法 祈愿全人类共创和和 与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祈福法会开始 迎请大和尚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